1989年,美国学者比尔波特为了寻找传说中在中南山修行的隐士,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 比尔波特进入了中南山寻访隐士,并将其中过程写成了书籍《空谷幽兰》。 该本书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知晓了在中南山山上有着这么一群修行者, 虽身处现代,但却过的是一千多年前的生活。 为什么说过的是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呢? 这些修行者一山而居,独自一人生活,偶尔下山,也只是为了采买古迹。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我自逍遥。 而这种清静的生活,毫不意外地受到了现代人的追捧。 试想,在当今社会,不论大中小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已然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 在一重又一重的压力之下,人们急于找寻一方洁净之地,慢慢体会到慢下来的生活, 让自己的心灵获得喜敌和讨厌,这其实也就无可厚非的了。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随着中南山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山中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自称是想要隐居的人。 据有关数据报道,2018年的时候,中南山登记在册的修行者就高达5.5万人之多。 5.5万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就在中南山上隐士成风的时候,山中一位老和尚一口道出实情,都是样子货。 那么,老和尚何处此言? 中南山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中南山隐士对现代人又有何启示? 那么,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一起揭开这之中的种种疑惑。 1. 中南山中寻隐士 正是因为读了《空谷幽兰》,被书上文字所吸引住的张建峰踏入了中南山, 见到了书中所说的那个隐士世界。 张建峰对此是这样说的, 去寻找那些不认识的人, 自己与他们就像一阵清风遇见一阵清风。 一朵云遇见另一朵云, 一朵花开引起另一朵花开。 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到那样的喜悦。 当张建峰穿过小道, 终于见到住在茅屋里的隐士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的心完全静了下来, 完全放松了下来。 随后,他和隐士进行了一番交谈。 就是在这番交谈中, 让他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张建峰是这样评价中南山的隐士们的。 他们性格直率地像个孩子, 感性十足却又狂野。 他们浑身散发着松真的清香, 在这个世界, 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喜欢梦想的人。 十年的文字编辑, 让张建峰逐渐忘却了心中那份最初的梦想, 满腹皆是对世事的烦躁和怀疑。 而寻访隐士恰恰能使他自省, 内心变得更充盈, 生活变得更简单, 对精神也有了更多的追求。 拿张建峰的话来说, 隐居在山中的隐士们盛洁的宛如鲜鹤, 他们虽然生活过得清苦, 但内心的丰富, 又岂有几人能够体会到的呢? 在中南山上, 大部分隐士都过着人类最原始的生活, 他们与自然在一起, 与鸟兽在一起, 本能地将劳作当成生命的一部分,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听着鸡鸣而起, 披着晚霞而归, 喝茶读书, 关心打坐, 自由自在。 那么就肯定会有人说了, 这样的生活一定非常孤独。 对此, 张建峰是这样表示的, 人类群居是为了改造自然带来的鼓励, 获得更为便利的物资和精神需求。 隐居的人更乐于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一切, 他们发现了除了生老病死之外的更大的一个世界。 隐居在大山之中不必与人打交道, 而能获得更多的精神的自由和肉体的解脱。 陈美在中南山已经隐居了数十年, 每天清晨五时, 她便起床。 洗漱完毕之后, 就开始大声朗诵经文, 随后, 就会和吉他修行者交流诵读经文心得。 她不吃早饭, 也坚持过午不时, 日常除了修行, 还会对他人修行进行指导。 日子过的, 用现当下最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苦行僧。 但陈美一修行就修行了数十年, 如今已治而立之年, 她每天过得悠闲自在, 在别人眼中清苦的生活, 在她的眼中却是实实在在的享福。 正是用了张建峰的那句话, 获得了更多的精神的自由和肉体的解脱。 和张建峰一样, 有一位自由撰稿人也曾四次进入中南山, 找寻现代隐士。 这位撰稿人为什么会四顾中南山找寻隐士呢? 因为他说过, 中南山的毛棚引修传统, 从唐至今绵绵未绝, 他好像与智识、真理、境界有着不俗的关系。 第一次来到中南山的时候, 这位撰稿人只感受到了自然的雄伟, 没有找寻到隐士。 第二次来的时候, 当他徒步穿过一条山谷的时候, 他见识到了若干的修行之人。 而用这位撰稿者记录的文字来看, 他对这次见到的修行者是失望大过于期望的。 他的文字写道, 见识到了若干修行的人, 或在农居室的小院, 或在新建的平房, 或在石屋。 总之, 没有一个是住在土墙毛顶的。 再加上僧人或者居士, 多是几人合住, 少见独行者。 与我想象中的茅屋, 独自, 隐蔽, 避世等中南气氛差得太远。 想来, 他第二次所见到的那些隐士们, 并非是真正的隐士, 而可能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 而山上借口隐居的大众追随者吧。 这位撰稿人第四次来到中南山的时候, 他遇到了在山中修行的孟先生。 他说, 孟先生半农半僧, 半桥半羹, 走在自己的求道之路上。 是啊, 纵使在山上的修行者不读经, 不打坐, 只要坚持了自己的心, 坚定地走在求道之路上, 那么又何尝不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呢? 张建峰曾说, 修行对我生活本质的改变, 是我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 换得换失的东西少了, 人就会更豁达一点, 对物质不可以追求, 更注重精神生活。 在毛棚里, 吃饭, 睡觉, 晒太阳, 那就挺幸福的。 很多人得到的东西很多, 并不觉得幸福。 张建峰的话, 在很大程度上讲出了真正想要修行, 隐居之人的心色。 二, 中南山, 隐士的天堂。 诗人王维曾有诗云, 太语进天都, 连天到海渔, 白云回望河, 青矮入看吾, 分野中风变, 阴情众和疏, 浴头人处宿, 隔水问侨夫。 短短四十个字, 又写进了中南山的雄伟气势和千变万化。 中南山或许就是有着这样的魅力, 只要有人一走近它, 便会被漆的美丽所震撼。 其山式争容, 气势宏伟, 四季分明。 其秀美的景色, 让人不仅能够获得感官上的愉悦, 还能得到心灵的喜地。 除却赏心悦目的景色, 中南山的历史文化也是非常悠久的。 像人们所熟知的江太公钓鱼、财神等故事, 其发生地皆在此山。 有道士说天下修道中南为贯, 自古以来, 中南山就是著名的修道圣体。 那么说了这么多, 中南山到底为何会吸引如此多的隐士进山修行呢? 是因为中南山旁剥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吗? 答案显然不可能只有这么两个。 之所以中南山会有这么多的隐士,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拥有隐意的传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地形环境的原因。 自古以来, 中南山就被认为是隐士修身的最好屈处之一。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隐士之中的隐就有着远离尘世的含义, 那么中南山的自然风光再加上其是秦岭核心部分, 是最适合人静心修养,再好不过的了。 并且, 在各个山头都被开发的如今, 中南山还保持着最为原始的自然状态, 山中树林阴翼,非常适合人多。 换言之, 在藏人这一方面上, 中南山有着独特的优势。 除了这几个原因, 中南山其实还有很多的方面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来此隐居。 他们或决定永远远离世俗, 再不沾染尘世半分, 亦或是只是来这边陶冶情操, 修身养性, 短住几年, 就重新入世。 总之, 中南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原始环境, 时时刻刻地在吸引着人们的到来。 三, 中南山上的假隐之人。 前文便提到过, 因为中南山的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人便趁着隐居隐室的这一阵东风来到了山中, 因此才会在2018年出现登基在侧修行者高达5.5万人的现象。 可以承认, 在这5.5万人之中, 无法有真正想要远离喧嚣, 寻得宁静的。 但还有很多的人, 他们要不就是为了躲避一时的苦难, 借口来到山中修行, 其实根本修行不下去。 要不就是秀出了中南山隐居潮流的商机, 想趁机利用这阵潮流捞一笔钱。 这两类人便可称其为是假隐。 先说那些用中南山修行是假, 躲避现实是真的人。 这里便说说小伙魏超归隐中南山的故事。 2017年夏天, 魏超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来到中南山寻先问道, 而魏超租住的房屋的房主 在和魏超有了一些交道之后, 便说出了魏超来到中南山寻先问道的真实目。 像魏超这样来到中南山的隐居者, 我见得多了。 他们不少是90后, 或创业失败, 或感情受挫, 或与家人不爱, 或厌弃生存压力, 感叹人生无趣, 执意要归隐山林。 他们纷纷背起行囊, 来到这里, 企图获得心灵的净化, 精神的超脱。 正如房主所预料的那般, 魏超之所以会来到中南山修行, 就是为了躲避自己的父母。 自己又不想找个工作, 所以就拿隐屎出事来当借口。 而在山中寺庙中真正修行的老和尚, 在面对当地游客时, 也评价山上隐屎风气道, 都是样子货。 那么, 这样的人又能在中南山上待多久呢? 当山上的人问魏超, 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 刚大学毕业的, 起点肯定会比较低的呀。 魏超就回, 今年的毕业生太多了, 根本找不到工作。 就这样, 魏超在山中待了下来, 因为没有收入, 他每天只能去吃免费的摘饭。 魏超也听山里人组织的课, 听完之后就躲回自己住的地方, 说要研究。 好嘛, 这一研究, 就研究出了问题。 就在魏超进山的那年冬天, 他开始每天闭门读出, 把自己关在屋里钻研修道, 声称自己已经开始修炼内丹功法。 屋里常常会传出古怪的念叨声。 因为没有工作, 把从家里带来的钱用完之后, 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自生致命, 不与人交往。 好在, 最后那个房主记挂着魏超, 抽空去看了他一眼。 魏超给房主开门的时候, 他由头盖面, 不修边幅。 屋内也是非常乱的, 根本就不像能住人的地方。 最可笑的是, 房主在魏超放在床头的盗版书上, 看见了绝胜气质, 屈欲而安等之类的字眼。 魏超最后还是下山回家了。 其实, 那些借口上山隐居的人, 大部分都和魏超很像。 他们抱怨失险, 却忘了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缺点。 来到山上, 往往隐居不了多久, 就会重新入室, 颇具讽刺之意味。 那么, 另一种借口上山, 实则捞钱的人呢? 这些人有的看中了隐居者, 需要租住房屋这一商机, 在山中承包房子, 来给那些隐居者居住。 更有甚者, 还煞有介事地开办了隐居培训班。 还有一些人则看中了山中隐居这一噱头, 借口在山中居住, 然后拍几个隐居的视频放在网上, 吸引流量, 从而达到捞钱的目的。 如此的功利性, 也难怪那些真正隐居的隐居们会嗤之以鼻, 并说只是做做样子了。 如今, 在隐居者大增的情况下, 那些想要真正修行的人, 只能搬到更深的深山之处。 而中南山这一处隐居圣地, 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就是, 快要被越来越多的假隐者给毁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士。 无论在哪里, 只要心隐了, 世上便无处不可以。 希望那些假隐之人能够认清自己, 少些功利性, 把那个幽静的中南山还给那些个想要真正隐居的人。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 人们经常会被压力, 挫折, 逼得无路可退。 其实, 往往这个时候, 人人都可以做自己心灵的隐层。 第一就是把物质的欲求降到最低, 把精神世界搞得有声有色。 每个人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每个人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做自己能够做的事。 隐层是一种哲学, 也是一种智慧。 若要活得随意些, 就得虚活得平凡些。 若要活得辉煌些, 就得虚活得痛苦些。 若要活得长久些, 就得虚活得简单些。 这便是中南山影视 给现代人的启示。 中南山影视频道 中南山影视频道